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對上九月尾的時候,有一個龍捲風出現在維港這邊 也是香港有史,第一個出現在維港的龍捲風 在這個時間,我本身也是靠近維港,我在尖沙咀一間酒店吃自助餐 但完全不知道外面有龍捲風,如果知道的話,可能我們都會跑出去尋找一下,會不會見得到 不過事實上,這個時間,我和我家人在尖沙咀的麗精酒店 他們的西餐廳在吃自助餐,完全不知道,原來在同一個時間內,外面都是掛起龍捲風 甚至乎,看出外面,天氣都不是太差 這些只是題外話,今集主要還跟大家分享,我在香港這裡,又再找數 去試一試香港這一邊的酒店自助餐,全程自費的,大家可以放心 到底好吃不好吃,我完全可以暢所欲言 先說一聲,這個麗精酒店,對上其實就是周濟酒店去管理 現在轉為再之前的品牌,90年代,80年代的時候,這裡都是麗精酒店 如果很有印象,應該會記得,當年,國產007,它很有型地走進這間酒店裡 最後才知道,原來搞錯了,它訂的不是麗精酒店,而是麗精大賓館 在開始介紹今次的自助餐之前,我先說兩句,這間麗精酒店 其實從外觀等等各方面,它真的已經有點老套 但當然,它所處的位置,是整個香港尖沙咀,核心兼斜看著美景的一個地段 所以地段價值相當之高 但是如果從外面去看這座的酒店,都真的挺舊的 對比起現時,我去到灣區,又或者深圳那裡,一些新式的美酒店 像上次我去深圳的周濟酒店 人家興建出來的感覺,氣派,走進大堂的高樓底 現時這些舊酒店真的沒得比,唯有在設計那裡花點心思 現時這個麗精酒店的內隆已經做了一個全面的改建 所以走進去都是相當新穎 做了落地大玻璃,看到外面的美麗海景等等 為什麼我會花了一部份時間去說了它的硬件呢? 因為之前我都提過,其實你去一個酒店吃一個自助餐 除了享受它當中的美食之外 酒店的環境其實是計分的 那些位置坐得舒不舒適 享用這個自助餐的時間 都會大大地影響你全晚或者當日中午用膳的感受 所以我都在意本身酒店的環境到底算不算吸引的 如果整間酒店的檔次是足夠的 坐得舒適的話 我個人認為就算裡面的食物 可能不算很多 又或者部分的食物 不算真的吸引很好吃的 但是由於環境分加起來 我都會給它一個正面的評價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有些人可能不認同的 有些人重點就是把焦點放在食物質素上 以及選擇的類別多不多 現在正式開始給大家看看 今餐這個自助餐裡面 可以吃到的一些食物是怎樣 趁著這個開關的日子 你又會不會上灣區這一邊看靚樓呢 自家兄弟提供VIP看樓安排 你想到想在哪裡看樓和買樓 想自家兄弟幫你研究 一樣可以找我們 還會和你分析樓盤優缺點 看看是不是適合你的需要 跟自家兄弟在灣區置業 還有無償售後服務跟到尾 快點來我們展銷廳了解一下 追求美好生活 灣區售算自家兄弟 這裏是蘋果金寶 這裏是蛋糕類的甜品 朱古力磚 朱古力馬卡龍 特龍朱古力蛋糕 香橙吉時批 雲梨辣椒糖燉蛋 美豐糖炸豆腐 菜旁排 椒物金沙骨 種式炒海鱔 蠔汁 腸磨醬 薑松植海白 薑松植海白 看到炸蝦 天湖羅蝦 超細爛 片皮鴨和狗仔粉都可以在這個位置拿到 某些時段如果你想拿狗仔粉是要排隊的 最多人的時候我看起碼排了五、六個人 書面鴨薯薯薯 飲食牛油炒雞 蟹色青咖哩海鮮 煙燻鴨配芥末芝汁 普羅旺絲燉菜 樹肉紅肉炒 很難不手搶的 飲食雜菜香飯 壽司女 一碗 一碗 三碗 一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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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碗 剛剛開始了 剛剛我已經拍了可以拿食物的桌面 足足有三張大腸桌 這麼多 其實是很少的 我是故意說法話的 真的算是少的 不過那些食物都有一些是比較高級的 比如說長腳蟹 麵包蟹等等這些凍食 還有籃炮炒 和野豬水 理論上椰子水很棒 這是什麼事呢 有人扭到這樣就怎樣 免費可以針的飲品 就是泡茶和椰子水 我個人覺得椰子水比較高 自己針的就是只有這個部分 另外也可以點 比如說要熱奶茶 熱咖啡 凍咖啡 凍奶茶等等 選擇也不多 如果是啤酒 你外面有個位置可以針 不過是逐倍和你計算的 在飲品方面 而且連上次我在海洋公園那間的萬豪酒店 吃那個泡妃這樣計算 我覺得香港這邊的酒店自助餐 在飲品方面真的比較孤寒一點 這兩間明明已經是頂級的五星酒店 但可以免費給你喝的東西是相當少的 對比我在深圳那邊的酒店自助餐 又或者不用酒店自助餐 普通的自助餐 飲品選擇相當多 紅酒白酒這些都是有得喝的 今集我就想簡短一點 讓大家看看有什麼食物才是主要的主子 至於我自己親身去試的食品 我就會簡單一點說幾樣東西就算了 我第一轉就拿了這些熱的食物 先提提片皮鴨可以一試 但應該未必會上在市那種 另外左上方的肉也燜得挺軟 拿少許試一下也無妨的 這條蒸魚我第一次走過去 已經是這樣的狀態 就不太開胃了 我最後沒有拿到的 但家人之後拿了少許肉來吃 這條魚是OK的 反而另外一個 只是做一塊塊的魚給你拿 那個魚就一般了 我自己也試過 我說不太OK的 就是片皮鴨旁邊的一塊魚 它是一塊塊這樣拿的 真的一般的 太太就覺得印度超薄薄餅相當美味 另外我覺得天婦羅蝦也不錯 軟殼炸蟹就稍為普通一點 但也沒有一件事是真心差的 每件事都叫中規中矩或以上的水平 這塊西蘭扒看見就很紅 理論上應該肉是比較嫩的 但實際咬下去也沒有想像中那麼嫩 不過它也有足夠的牛味 唯一可惜就是明明已經不太熟 但咬下去也不算很嫩 另外想說說這個醬很辣 像芥末一樣 我個人就一般喜歡這個醬 選一些燒汁等等就好一點 長腳蟹等等可以說是必食之損 但全隻或者半隻高一點 真的是少少好 我覺得不是高質 長腳蟹方面也不是全部都一定高質 第一批拿回來很高質 之後再拿第二批就一般 第三次再拿蟹鉗為主又高質 我相信喜歡吃蟹鉗的時候 應該這裡的品質不會令你失望 全自助餐裡面我比較欣賞 也覺得接近最高質的就是它的大字刺身 是相當正的 它每次只會給你一顆 或者最多給你兩顆 應該你想再拿多一點都不會給的 雖然刺身方面我比以前少了很多 但是由於這個大字實在太高質 所以我叫完一輪之後都試了第二輪 甜蝦都不錯的 喜歡甜蝦的朋友都可以試一點 還記得這個味道 這個湯就有一點點苦 是人心的 但整體來說我覺得還不錯 有一點進步的湯的感覺 另外也喝到很明顯的雞 炒了很久 我去自助餐都喜歡一些優質的湯 所以這個湯我喝了兩碗 味道很香 現在這個湯是完全沒有什麼料理的 只是湯而已 鮑魚是中規中矩 都很軟軟軟的好吃 醬汁拌飯也相當不錯 這個就是很多人拿的 鮑汁 鮑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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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是很高質的 沒有那些筋 相當的好 另外想說一聲 它的煙三文魚 或者是煙吞拿魚 我個人都覺得相當不錯 到中後段 有一樣東西都排隊去拿 就是救濟粉 裡面都算很多配料 包括有瑤柱等等 我最後沒有試到的 是我自己的家人有試到 評價上也可以 這次我沒有試過的焦糖布丁 太太試過了 相當不錯 這裡的甜品很兩極 大那些真的像一件蛋糕一樣切給你 即是你吃了一件蛋糕之後 我相信最少都壓了你兩成的胃 很大件 另外說一聲 我沒有試過 是我親人試過的 真的很生氣 雪糕就不是很大路的水果味的雪糕等等 雖然它也有水果味 譬如說是比較小的 荔枝又有奶茶味 你看到以為芒果那些原來又不是 你以為粉紅色的會是士多啤梨 它就說你知道原來是荔枝 所以它全部都是非大路的雪糕 不過都好吃的 它也知道有人會關心的問題 就是吃的長腳蟹多 那到底那天會不會有一個很暢化 要去石手間 所謂輕舍肚鱲 全天來說我都沒有 不過想說一聲 我現在吃的長腳蟹就沒有以前 年輕的時候 30歲左右的時候 真的去酒店的自助餐吃很多 當時每次去完吃完這些自助餐 都真的馬上在酒店的食油間 暢快地去了一轉 當年年輕一點 覺得給了幾百元的自助餐 就不想虧了 但是今時今日就不一樣了 很多時候就是慢慢有一個夾調 去享受一下環境 所以麗精酒店給了我最大的感覺 始終都是整間餐廳 加上望出去的景觀 食物來說選擇真的是少的 但是它高質高端的東西都算是這樣 如果你問我呢 我不會說很快再上去這間酒店的自助餐 但是偶然去一次應該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期望吃自助餐 是希望有性價比的 即是又便宜又多食物呢 我想這裡就給不到那種感覺了 應該來說你是說偶然好一次就可以考慮了 另外想說一聲現在的酒素 酒飲館的做法 真是搞笑我們 大家看一下 一間不適合的酒店 它採購回來的這些飲館 全部都是會裂開的 基本上你很難用的 其實有沒有一些好一點的替代品呢 總不可能說今時今日的科技的水平 我不用塑膠 我用其他類型的飲館 但是換來的是一間五星級酒店裏面 是給我一個一下桌就已經是裂開的飲館 另外想說一聲 當日是星期六來的 我們吃完自助餐的午餐之後 上來見到餡茶時段 大堂那間咖啡店是非常之多人 大部份人都是在享用餡茶 以及欣賞的美景 今集的分享就來到這裡 有什麼意見歡迎留言說說 我是自家兄弟阿湯 下條影片再見 灣區置業要找可靠具誠信的代理幫你 歡迎上我們自家兄弟旺角總點這裡聊聊 在這裡我們可以提供舒適 和具私隱度的環境 跟你黑談樓盤細節 前往的方法相當簡單 你只需要在油麻地站的A1出口 轉過來尼敦道這一邊 向太子方向走過去 約一分鐘的時間 你就已經可以來到銀座廣場了 又或者你可以在旺角站的A1出口 向佔沙咀方向走六分鐘 一樣可以來到銀座廣場 詳細地址就是影片的下方 如果還沒訂閱我們自家兄弟頻道 可以現在訂閱 按旁邊的鈴鐺 那就不會錯過我們任何的影片了 下條影片見 拜拜 拜拜